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来到了2020年7月30日 米哈游戏是发行了未定事件簿 这是一款恋爱推理手游 游戏的受众面小 但是游戏的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直到2020年9月28日 在黑暗中沉浸长达四年的猛兽 终于觉醒 至此中国游戏界的永夜将冥 黑暗到来 2020年9月28日 米哈游发布的这款游戏 正是原神 PS平台PC平台掌机平台 手机等等平台都可以玩到的游戏 你见过吗 就在原神诞生之时 全球游戏的爱好者都见到了 从原神测试画面放出 就被很多人黑呀 很多人谩骂他 是抄袭国产之罗 垃圾二次元游戏 更有不少的国内媒体 连测试资格都没有 就直接云评测原神 倒数都是空气墙等等不实言论 是的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垃圾游戏呀 他登顶了无数次全球手游流水榜首 以及无数次的全球手游消费登顶 全球热门手游榜首更是常年稳居 他登上了国产游戏 只配仰望的TGA奖项 而且还是最佳手游 原神它可以让你在出行的时候 随时随地的拿出手机和掌机玩 也可以回到家里 用电脑和PS游戏机去玩 你也可以不花一分钱体验到 开放式大世界的游戏 你也可以不花一分钱体验到 沉浸式的剧情 你也可以不花一分钱 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 你也可以不花一分钱 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游戏玩家 你也可以尽情去忙自己现实里的事 过几天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年 再上游戏都不会影响你任何的游戏体验 而那些打怪升级充值买卖IP的游戏 会等你吗 是的 这是一款让全球玩家都痴迷的国产游戏啊 却被我们自己国内的玩家 甚至还有一些连玩都没有玩过的玩家 喷成垃圾的游戏 原神啊 直至今日米哈游全面苏醒 二次元的王朝正式成立 从曾经的三三到五月 再从五月建立起了二次元的王朝 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长 而我们也伴随他们一起成长 其实我玩了原神之后 我觉得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沉迷游戏了 偶尔闲下来去原神欺负一下游戏里面的求求人 所做任务 现实有事忙了就关掉游戏 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没日没夜的沉迷一款游戏了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很高兴我在游戏的旅途中遇到了你 加油 米哈游